头 有电影电视公司的人来找你 电影电视公司的人找我 找我干吗 他没说 这是他的名片 头 这位是影视机的孙军导演 孙军 您好 你好 您好 来 请坐 好 倒杯水 好的 不知孙冈找我有何贵干 我女儿啊 给我推荐了一篇 你们杂志社的纪实小说 我看了 非常感兴趣 我们公司也很感兴趣 我来是想买下半圈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篇 对你说永别 就是那一篇写中国姑娘 与外国帅哥的跨国恋的故事吧 对对对 就是这篇 这一篇 其他的您没开上吗 我就是冲着这篇纪实小说来的 怎么了 有问题吗 孙导 请 好 谢谢 来 喝喝 其实上午有另外一家 影业公司的人来 也是在跟我谈 这篇小说的版权问题 你答应他们了 口头答应了 口头答应 那不算答应 他们出多少钱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 这 肯定是钱的问题 可是这个版权费 我们永远比对方多几万 这不是几万块钱的问题 十万 我们永远比对方多几万 你开心吗 这事还真麻烦了 我得去找对方谈一谈 那就好 还有 这个作者是你们这儿的吧 是啊 当然是 当然 我看了 前后啊 不是一个人写的 我想用 开始几期的那个作者 做这个戏的编剧 嗯 那个作者 他现在有一点事 暂时离开公司了 可是写后面那几集的人都在 那就算了 我还是觉得 写前几期的那个作者好 他不是你们这儿的吗 你把他叫回来 我们的稿费 我们的编剧费 可是比较多的 那编剧的合同 你们可以给我们杂志舍签吗 只要是这个作者 可以啊 好 这期的插图特别好 和主题非常配 最近 哥雅跟你联系了吗 没有 他也真是的 走了以后连个电话都没有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不知道 你们关系这么好 我说了我不知道 彤 陶 干什么 我知道哥雅在那儿上班 帮你 帮你 怎么样 很紧 是吗 那我们要答应吗 没事 哥雅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 欢迎光临 请随便看看 店长 来了位客人 你接待一下 你好 你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呢 我随便看看 好的 那有什么需要 请您及时叫我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哥雅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吗 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会在这种地方工作 你跟我合杂志社吧 我在这儿挺好的 你 你是不是因为罗安娜 我可以让她回家 反正她也不在乎这份工资 你别 你千万别这样 你要这样的话 我更回不去了 那这样吧 你不用去办公室上班 你就在家工作 这总可以了吧 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不想离错再错 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 就是为了罗安娜 说的那些话吗 我跟你说 我觉得她根本就不把你当成朋友 如果她把你当成朋友 不会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跟你计较 她心里没有你 这件事我谁都不能怪 要怪只能怪自己 罗雅 现在是上班时间 有什么事下班回家再说去 好的 我马上回来 好 我先回去上班了 你再考虑考虑 我先回去上班了 我记着没装错啊 那你什么意思呀 没装错 怎么两只都是右脚呀 把你们店长叫来 店长呢 哪位是店长 我在你们这儿买双鞋 拿回去一看是一顺的 我还让我朋友来看 我这面子可丢大发了 店长 我记得她拿走的时候是一双 要你这么说是我讹你啊 这位女士您别生气 实在不好意思 由于我们的失误 给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要不这样吧 我现在就给您换一双 换一双就完了 我给您打个折吧 你今天就是白送我都不行 那您什么意思呀 明明是你错了还不承认 你这个态度我非常不满意 对不起 现在知道错了 行吧 把你们精力叫来 看这事怎么解决 演得不错啊 辛苦你了 给你的钱 结果怎么样 茉莉啊 你跟那小姑娘 到底多大的仇量 我刚刚可是咬着后刀牙 才说出那么恶毒的话呢 别装什么善男性女了 你完全是本色出演 你羡慕杀驴是吗 说实话 那小姑娘真挺冤的 我看她可怜巴巴那样 好几次我都想撤了 你懂什么 我都是为了她好 经理 这客人当初拿的 肯定是没有错的 你不用强词夺理 你被开除了 好几次 喂 头儿 喂 哥呀 你在哪儿呢 我 在家呢 我就在你家对面的 那个咖啡店 你过来坐坐吧 我说错了 我不在家 我在外边呢 那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要不这样 咱俩快吃饭吧 不用 我吃过了 我现在有事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跟你见面聊聊 不是 我现在真的走不开 我想跟你聊聊你的新工作 你现在的工作怎么样了 新工作 我现在工作挺好的 哥呀 你这是何必呢 我跟你说句真心话 现在外面不好混 你还是回杂志社来吧 你要是回来了 我 我 我给你加工资 你看行吗 不用了 头儿 我谢谢你的好意 我现在处理点事啊 先不跟你说了